换句话说 就是奥丁的阿萨神族死绝了 造成大批岗位空缺 而为了不使神庭名不腐蚀 这些职业就必须要有人填补 就像当初东方神庭刚刚组建起来的时候 哪怕拉外族的人来上岗 也要有编制先填补其一样 福西看了韦达尔一眼 对方点点头就要转身离开 身后两匹目 魔狼飞快跟上 福西这才淡淡开口 等等 韦达尔停下 福西在他面前摊开手 手心里一颗新的种子 表面也流淌着盈盈的紫光 韦达尔有些茫然 福西还没说话 风小小已经想到什么般的眼睛一亮 西哥 就在刚才看到种子的一瞬间 他突然间莫名其妙有种玄妙的灵感 没有来由的就确定了某些事情 这个种子 福西翻手把种子 捏放进韦达尔莫名其妙伸出的掌心中 转过来对风小小点点头 是北欧诸神 种出来需要花上一些时间 韦达尔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手掌几乎是下意识的瞬间握紧 紧紧钻住那颗种子不敢松开 福西依旧淡然 仿佛只是在叙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 阿盘欠你们一个因果 我还与你们 此事就此抹消 从此往后 北欧一脉 不可再生干戈 乱我神庭 维达尔愣住了 两匹魔狼也愣住了 尤其是斯库尔 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已是有些当机 北欧诸神全部战死的那一夜 盘古是把他们都作为养料 让世界树消化了 世界树和诸神本来就同样是 混沌碎片中孕育出来的 同脉同源 吸收力量之后 当然更容易壮大 反之 如果想把他们再次分离出来的话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这个过程会比较麻烦 法则就是指世界形成和事物发展的规律 而超越了法则的意思 就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福西确实有这个能力 但以现在封印的身体来说 要做到这一点还有点困难 维达尔捏紧数种 沉默扮上之后才点头 知道了 斯库尔兴奋的尾巴都快摇断了 他简直希望第二天睁开眼就能再次看见自己亲爱的小苏尔 哈提把这丢脸兄弟拍晕丢背上去 然后这才跟在维达尔身后对福西俯下头 摇失了一下感谢 接着离开 风小小看着一人一郎虽然看似镇顶 但仍有些胶着的背影离开 抓抓头有些不可思议 西哥怎么会想帮盘古收拾烂摊子 如此热心友善 简直就是精分的节奏 以福西的性格来说的话 要他乐于助人简直太超乎想象了 福西淡淡扫了一眼 你只将斜身头目留在深渊 并非两侧 若有万一 他在深渊也未必能保证得了什么 换句话说 如果盘古忽然又干了些什么挑起人家触景生情 再或者海拉或其他人忽然因狂躁 热血喝酒等等情况 而失去冷静判断能力的话 难保不会有人反悔 更甚至在热血冲头追杀盘古之余 再顺便想要干掉封小小这个多管闲事的 虽然想弄死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虽然福西自认 也没人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做什么手脚 但凡事还是万无一失的好 盘古捅出一个篓子 他帮忙填了 虽然是顺手拉着二逼一把 但更重要也是把可能转移到封小小身上的仇恨值洗清 也对 但我这不是相信逻辑吗 封小小不好意思笑笑 然后又问 对了 那种子大概要多久才能把人全孵出来 福西平静道 之前 他们曾在诸神黄昏战后复活 耗时近千年 此次领起稀薄 大约要花上前次的三或四倍的时日 三四千年 封小小情不自禁哆嗦个 突然很想知道维达尔在知道这个时长之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难道就没有加速道具什么的 这简直就是合同欺诈 哪怕维达尔肯定地承诺了不会再找麻烦 知道实情后也说不定会翻脸的 正在封小小刚刚说完这句话同时 抬起头来的时候 她突然看见福西的身体似乎微不可见地摇晃了一下 垂着头脸下眼皮 似乎一时恍惚要晕倒过去的样子 喜哥 封小小惊悚了 惊呼一声盲伸手就要去扶住 可是惊呼声才刚出口 紧接着刚才身体还有轻微摇晃的福西 已经精神一领 重新站直 抬起眼皮依旧是一副酷炫狂霸拽的样子淡淡撇来一眼 就好像她刚才看到的只是错觉一样 声音平静问 何事 封小小维持双手伸出姿势僵硬在原地 表死撑了 她又没有老花眼 封小小终于意识到了 福西原来也不是无所不能 有所获得必要有所付出 以福西的情况来说 在不能解除封印和恢复全部能力的情况下 她现在所能做到的极限也就是法则之内的操纵自如 虽然在一般情况下 这已经足以傲视诸神了 但若是希望做的事情更多些 比如逆转和超越法则的话 那福西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大得多了 这一天之后 封小小和福西根本就没法再回到淘一巴去了 由于后者的身体状况关系 封小小不得不禁止其行走移动 把人强压在神厅中收拾出来的内殿里休息 福西冷着脸 一副十分不悦的样子躺在床上 盖着被子一动不动 眼睛瞪着天花板运气沉默 仿佛在表示无声的抗议 封小小在旁边守了半个小时 发现这人居然半个小时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终于惊悚了 无奈叹息 西哥你不要这样 这简直就跟小孩子不愿意打针 而和大人闹别扭一样 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 小孩子通常都是大哭大闹 而这人是冷暴力 我无事 福西简直已经化身北极冰山 身体周围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拼命释放寒气表达自己的不满 就连声音里都动得像是能飘出冰渣子来一样 不过歇息耗森罢了 根本不足挂齿 何其如此大惊小怪 男人呢 已经有相当丰富经验的封小小 没听见般直接跳过对方的声明 竟自疑惑问 消耗超负荷是因为需要修补的量太大 还是因为动用了封印的部分 大概需要多少天才能完全恢复啊 需要削肉上十天半个月 无需休养也可慢慢回复 福西看他一眼 沉默半上在唇下眼皮淡然道 生灵管制是属于你的法则 我略有生疏 所以才不难消耗 封小小了然 使用范围越界的意思 然后斩钉截铁宣布 那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吧 反正家里暂时也没什么事情要忙 福西冷横一声闭上眼睛 彻底不看他的冷冷地翻了个身 虽然姿态依旧各种高贵冷艳 但怎么看怎么就像是生了闷气的样子 被嫌弃了 封小小妈妈鼻子善笑两声想闪人 但屁股才刚刚离开床边 小腿上就有一个冰冷的触感滑了上来 低下头一看 一节苍青色的尾巴不知什么时候 从床边探出伸到了地上 现在已经在他的小腿上滑游着缠绕了两圈 要不我陪你谈会儿 封小小想了一会儿 吃晚饭前我再回去啊 福西背对他又是一声冷横 然后默默地往床里挪了挪 躺到床上 封小小睁大眼睛瞪着天花板也发愣了 不怪福西刚才那么生气 这种修养确实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情 不能动弹只能睡觉 睡多了还睡不着 掏出手机来看看 自家神庭居然比哈迪斯 那个死气沉沉的名剑还要落后 连信号网络都没有 这让一个习惯了现代科技的都市妹子 情何以堪呢 看来开通一个磁场通道的计划 已经刻不容缓了 嗯 等希哥一恢复就让他扭曲空间 或是画个魔法阵去 暗暗定下决心 封小小无奈收回手机 然后一转头当即 倒吸了一口冷气差点被吓死 身边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测过身来了 此时正静静地看着他 好像恐怖飘的有没有 虽然脸确实很帅 但这样子突然出现很惊悚的有没有 希 希哥 风小小小几乎要累奔了 你在干什么 要转身也发出点动静来啊 琴 福西似乎是无声地叹了口气 然后闭上眼睛一身胳膊 把他揽进了怀里 睡吧 睡不着 风小小默默地僵硬了一会儿 然后迟疑地把头埋进福西的胸前 想象中的尴尬竟然没有出现 心情出乎意料地平静 甚至刚才还有些无聊焦躁的情绪 也渐渐平复了下来 就如同被安抚了一样 双腿不知道什么时候化成了蛇尾 在被子里长长地深探出了一截 然后在快要露出背面的时候 又被另外一条尾巴卷回去 轻轻地缠卷在一起 极其熟忍地以一个 绝不会令他感到不适的角度 盘在了床上的一方角落中 难道说 他远古时候睡相就很差 这个帮忙收拾尾巴的动作流程 未免也太熟练了吧 风潇潇有些善然 眨眨眼睛再眨眨眼睛 怎么也睡不着 过了不知道有多久之后 听着福西平稳地呼吸 他都快以为对方是不是已经睡熟了 正想看看能不能悄悄偷溜的时候 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了对方平静的声音 若还想做的那三四千年 你可以做到 哈 风潇潇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是说的什么事情 他思维回路就算再怎么长 那也是绝对没有可能自动接续到 差不多快一个小时前的话题上去好吗 再说刚才也只是随口一问 两人并没有专门在讨论这件事情 你本就是掌管生灵万物 要缩短那些人复活的时间 你当然可以做到 还没等他想明白 风小小又感受到耳边贴着的胸腔震动起来 福西的声音滴滴地响起 小娃 你的文印已然出现 可是你究竟还要多久才能响起来 想起远古时身为祖神的骄傲 想起翻天覆地 修订法则创造万物的神通 想起他 一瞬间 风小小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 对方的期待他不是没听出来 见到福西和盘古时自然而然仿佛熟悉已久的亲近也不是感觉不到 但是他偏偏什么都忘了 不知不觉中就睡着了 当扬言解决完桑婉妹妹又过来了许久 才发现风小小没有再出现的事情时 已经是坐在晚餐桌边 看见两个位子空下来的时候 联想到幻天喜地从神庭里出来之后 就到后院摘了水仙 要去明界找罗吉的维达尔和两匹狼 虽然死人脸没有什么表情 但当时对方身上散发的绝对是代表愉快轻松的气场没错 扬言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然后吃完饭竖完口 然后再打包两个饭盒 体贴的二郎神哥哥就去给工作繁忙的两人送外餐去了 再于是 当他根据留守神志的指点找到内殿 打开房门的时候 门板被推开的声音顿时惊醒了耳力敏锐的 还躺在床上的风小小 双尾交缠 亲密相拥 福西略带疲惫的脸 最关键还有床 他是不是不小心撞破了什么奸情 风小小茫然转头朝门口的方向看去 因为被伏西双臂禁锢住的关系 他目前能活动的部位只有脖子以上 然后他发现了门口一脸木然的扬言 风小小 当意识终于从初醒的迷糊中清醒回来后 风小小一瞬间僵住了 没想到眼下的这个情景该怎么解释 扬言也挥过神来 镇定地点点头 然后很平静 弯下身将两只饭盒放到门边墙角 再转身退出房门把门细心地关好离开 卧槽先别走 风小小猛地坐起身 一下睁开伏西手臂 震惊地看着重新关也仿佛 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房门口 只有门口边上两个饭盒 昭示了刚才某些事情的发生 他的节操或者说清白 是不是一不小心碎成渣渣了 伏西皱皱眉 因脱离而有些虚弱的状态 似乎在睡了一觉后全部爆发 也或许是因为休息放松之后 一时还没法重新调整出 若无其事的表象伪装 这会儿他正略觉不适 根本还没有从昏尘中清醒过来 小娃 感觉到怀里一下子空虚下来 伏西伸手在旁边摸索着捞了捞 然后抓住人重新带回怀里 声音仍有些寒昏 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时辰尚早 且在歇上一会儿 不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挽回 风小小呆滞地被重新抓回 刚才沉睡中已经熟悉的位置 脑子简直混乱成一团浆糊 而等他反应过来抬头 张张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才发现 伏西已经重新陷进了睡梦中 这个强势到近乎为我独尊的男人 就这么毫无防备地闭着眼睛 拥抱着他的表情竟然意外地柔软和安静 完全没有以往在外界认知中一直表现出来的强大和淡漠疏离 伴上后终于无声叹息了个 风小小无奈地闭上眼睛 重新靠回仿佛天经地义该属于自己的位置 算了 误会就误会吧 反正很多事情早就已经发展地脱离自己掌控了 一睡千年 虽然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当风小小再次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手机都已经断电关机 而询问神厅里 其他人才知道自己已经睡过三天时间的时候 他还是震惊了 我怎么可能睡那么久 风小小觉得这简直是不科学 因为伏西先生沉眠的时候 他的身体在自动修复着 同时散移出来的灵气循环大概和你们说的身体很同步 所以你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修补着 露西法作为其他人 以一个很专业的眼光角度解释着 并不稳定地半实质半透明身体漂浮在半空中 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关系 你沉睡过去的时间稍微长了点 因为在修补时 你的意识会自动沉入无思维层 多谢讲解 风小小松了口气 既然知道原因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那徐哥怎么还没想 露西法趁着伏西睡着机会 胆大包天飘到被子上面 看了几眼后才开口 这大概就跟扫毒程序 和清理程序的区别差不多 你的修补要快一点 它要完全修复 花的时间比较多 风小小甩着手臂 无聊指挥地面上的泥土 变成各种生物及非生物形状 确实感觉比以前顺畅了不少 可惜这种力量 同步率的增强和记忆恢复 还是没有什么关系 一挥手把变出来的所有东西 都还原成原本的泥土地板 将房间恢复原状之后 风小小这才站起来挥手告别 这里就麻烦露哥守着一下了 别让其他人打扰西哥休息 我回去看看外面有什么事没 露西法同摆手告别 然后目送风小小离开之后 自己也死皮赖脸地在房间里多待了会儿 想多蹭点好处 虽然并不是同源的力量 但最起码滋波的效果还是有的 如果这个环境能维持个十天半月的话 马上恢复肉身 也不是梦想 正想着 床上的男人皱了皱眉 似乎是不适应怀里空虚感地慢慢清醒了过来 露西法呼吸一致 整个灵魂体似乎都要石化了一样僵在半空中 呼吸缓缓地睁开眼睛 先是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而后看到自己被子上的那个半魂半尸体 更关键的是性别围攻的幽灵扔了下 再接着 露西法就感觉自己似乎到了北极圈一般 房间里的温度迅速成下降趋势 几乎快要刮起呼啸风雪 小蛙何在 伏西瞬间清醒 脸色沉静地几乎要结冰 女蛙呢 她老婆呢 死鹅 她睡前明明还是香香软软的老婆 醒来怎么就变成了造汉子 露西法抖了个 而后勇敢地努力牵起微笑 风小姐刚刚才醒来离开 她嘱咐我在这里看着您继续休息 不要让别人进来打扰着您 而她要去外面看看现在的情况 方才离开不久 伏西脸色终于稍稍缓和 气温略微回升了一些 她淡淡扫了露西法一眼 你又在此作甚 刚才的话您只注意到了关于女娃的那一部分吗 露西法只能无奈地重复 风小姐说让我看着这里 不让别人进来打扰 出去 伏西一声冷喝直接打断 露西法的灵魂铁顿时飞快如一阵风般刮了出去 房门重新关上 即使坐在门边也还是能感觉到从里面散逸出来的能量的 露西法一挑眉 远远守在神殿中各处的舵天使们当中 立刻有人搬了椅子和裹点饮料过来 往门口一坐 露西法继续蹭着流量 而不是 散逸出来的灵气 开始了自己的守门工作 本集演播 曼猪尔 隔壁张老三 大马金刀 吴天